大家好 我是徐冲浪 欢迎来到中国山史第三期的重制版 因为是早期作品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理解人物关系 所以我在几乎不修改原稿的基础上 重新录音 并对视频进行了画面重制 说下这期的主题 视频平台的商业战争 上周 腾讯视频的一部古装剧 《庆余年》 对付费会员 收取额外单击点播费用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 简单概括一下就是 你想看一部剧 必须先充钱 成为腾讯视频的VIP会员 变成VVIP 这个规则是腾讯方看到视频数据还不错 趁机临时叠加的付费策略 这就有点吃香难看了 眼看无法收场 腾讯视频的副总裁王娟 都出来服燃表态 但随后腾讯新闻旗下的媒体 新闻哥 又出来发表了一篇文章 言之凿凿 答应是 啊 网友不尊重版权 我们腾讯和爱奇艺常年亏损 我们也不是在做慈善 巴拉巴拉 后来我看编辑都被腾讯停职了 中国的视频网站 曾经也是一个百花齐放 多方混战的行业 曾一度出现包括五六 优酷 酷六 乐视网 搜狐视频 风行 PPS PPTV 腾讯视频 百度视频 爱奇艺 暴风影音等十几家公司 你来我往同台打泪的热闹场面 如今这个领域也厮杀15年了 死得死伤得伤 这些年居高不下的带宽成本 水涨船高的版权要价 上市退市 合并重组 名抢按夺 一刻也没按下过暂停键 当下活着的第一阵营 却还在做亏本赚吆喝的买卖 不禁让人思考 这一行怎么就这么难赚钱 外行看结局 业内看过程 今天我就以产品策略 和资本运作两个角度 贯穿整个视频行业15年 讲讲在线视频平台的前世今生 看完视频 你将会明白几个问题 目前国内视频行业的第一阵营 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每当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时 就意味着要把这个行业洗劫一遍 优酷涂的战争 哪家资本在坐收鱼翁之力 贾跃亭是如何把乐视养大 又把乐视搞死的 AC范为何要卖身快手 爱奇和哔哩哔哩是如何异军突起的 最先强跑的搜狐视频 为什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屡次掉队等等等等 视频大战 我一共会有三期联播 这是第一期 好了 咱们正式开始 说在线视频行业 就离不开最早的门户网站 因为播放视频的网站 最早是从门户诞生的 1986年 22岁的张朝阳刚刚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 只身前往美国留学 并获得了麻省理工物理学博士的学位 并留校继续做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 他见识到了MIT实验室里 尚未成型的互联网的威力 虽然只是校园网与校园网的链接 但这种通过网络 高速传输数据的功能 还是让他吃了一惊 1996年7月 受到互联网鼓舞的张朝阳 回国创立了自己的低价公司 ITC 爱特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有限公司 并靠着熟人的关系 从MIT两位教授那里 拿到了15万美金的投资 其中一名叫尼格·罗庞蒂的教授 投资了美国的另一家互联网网站 热联线 这个项目在当时也非常厉害 因为是热联线 最初发明了网络广告的商业模式 把线下杂志 报刊广告的做法 移植到了互联网上 当时的热联线 雇佣了大量记者去采写新闻 他们写了大量高质量的短文章 加入好看的图片 这种类似于 现在微信公众号形式的图文内容 在当时让大家耳目一新 流量非常大 张朝阳经过和热联线的合作后 很快发现 人力成本和内容制作成本太高 这是创业初期不能承受的 为了节约成本 他决定采取超链接的方式 不做内容 所有网站上的文字和图片 点开之后 都是外面其他网站的超链接 有点后来马云做黄页的意思 与此同时 杨志远的雅虎开始火爆美国 张朝阳也借鉴雅虎的分类导航模式 艾特信经过两次改版和改名 最终定为搜狐 后来 靠着广告业务长大的搜狐 逐渐加入了媒体的属性 陆续雇佣一些记者采编新闻 加入了播放视频等功能 日渐完善 逐渐成为了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 张朝阳虽然说现在被大家耻笑 圈里笑话他英雄耻目 笑话搜狐市值跌得不像样子 但在当时 无论是从国外引入了VC的概念 还是Copy to China 把国外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复制到中国来 它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而且人还拒绝我马云的入职申请 连马化腾都是听了他的演讲 激动不已 回去做了QQ的前身OICQ 他还试图招募过李彦宏来给自己工作 算是中国互联网第一代开山皇帝 非常具有前瞻性 在2004年10月底 张朝阳成立了搜狐宽频 也就是现在搜狐视频的前身 搜狐宽频 首创了用户自由上传视频的功能 也就是UGC模式 与之对应的是PGC 那什么是PGC呢 就是专业生产内容 简单来说 用户不能上传内容 或者上传内容需要官方做审核 修改筛选 官方自己会有专业人员 或者合作机构 专门为用户生产内容 可以说 搜狐宽频比YouTube的创力都早了三个月 加之盟户网站的一举动 都被大伙盯着 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还有两个人 一线以后地上线了两个玩意儿 一个是贾跃亭 在2004年的11月份 上线了乐视网 另一个是姚新 同年12月 在华中科技大学 运营26栋的秦市 上线了PPLive PPLive并不是传统的在线视频网站 而是一个桌面的客户端 安装.exe文件后 就可以正常使用 但功能和视频网站几乎一样 都是在线观看各种视频资源 准确来说 算是视频软件 后来 PPLive更名为PPTV 并被各式各样垃圾软件捆绑式安装 迅速席卷全中国的计算机 一度遭到业内的口诛笔伐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时间不如2005年 在情人节的当天 远在大昂彼岸的三个人 注册了YouTube的实体公司 并注册购买了YouTube的域名 YouTube由陈世骏 查德·赫利 贾德·卡里姆三人创立 巧的是 这三个人都是PayPal的前雇员 关于PayPal的故事 咱们就暂且不提了 后面我会出一个新的系列 专门讲国外商业的那点事 那YouTube对中国视频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目前还没有任何影响 但它在此后的2006年 被谷歌收购时 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时中国在一年之内 涌现出了近300家在线视频网站 这里需要顺道科普一下 软银的一把手孙正义 他提出的时间机器理论 所谓的时间机器 就是指美国、日本、中国 这些国家的IT行业发展阶段不同 在日本、中国 这些国家的发展还不成熟时 现在比较发达的市场 如美国开展业务 然后等时机成熟后 再杀回日本、进军中国、印度 就仿佛坐上了时间机器 回到了几年前的美国 举个例子 王兴创立的校内网 也就是后来被牵向互动的陈一舟 收购的中国版Facebook 最早一开始就是模仿的Facebook 连UI都抄得一模一样 后来王兴创立的美团 初期也是模仿的美国团购网站 Gropon 而且都晚了几年 王兴可以说是 中美之间时间机器理论的最好践行者了 如果YouTube发展良好 按照该理论 很可能也会在中国出现类似的视频网站 只不过时间机器 唯一需要的就是恰当的时机 此时 中国的视频市场 依然是在缓慢生长着 05年只额外长出来几家 在2005年4月15日 王威的土豆网正式上线 同样的UGC模式 和YouTube用户上传 用户观看 用户分享的模式非常类似 这里不是说王威模仿对方 而是说历史真的就是这么巧 王威当时看到了 国外的图片分享网站 Flickr 就灵机一动 想着把图片分享改成了视频分享 于是就诞生了土豆网 同月五六网正式上线 创始人是网易前员工周娟 这个周娟也比较神奇 是当时网易为数不多的女成选出身 此人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 曾在网易工作了六年 先后负责过技术 产品等多个部门 运营过网易个人主业 邮箱等产品 两个月后 从搜狐离开的股用腔 创立的优酷 在这天发布了公测版网站 并在18个月后开始正式运营 王威是文艺青年 古永枪是精于算计 两个人本身相性不合 加上未来几年 这两家跑得最快 关乎赛道投名之争 一直视对方为最大的对手 互相掐了整整七年 直到土豆和优酷迎来合并 PP赖武 此时也逐渐步入正轨 在05年拿到了软银中国的 50万美元种子轮投资 而冯新自套腰包50万 带着金山系员工 创办了酷热影音 做播放器 且在后来并购了暴风影音 这个阶段 可以说是中国视频网站的萌芽期 大家都在闷头发育 不过到了2006年 对于视频行业来说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元年 这一年 Google高调宣布 以16.5亿美元收购了YouTube 在中国国内 掀起了一波新的视频浪潮 06年刚好是第18届世界杯 而刚刚从搜狐离职的李山友 也在这一年上线了苦溜 六间房靠着鬼畜鼻祖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大力讽刺陈凯歌的电影《无极》 红遍全网 陈凯歌一度要与该恶搞视频的作者 胡歌对簿公堂 出身软件开发的张鸿宇 与雷亮 推出了PPS 张朝阳的搜狐宽频 也改名为搜狐视频 正式加入了这个游戏 而王威的土豆 刚刚和熊小哥的IDG 达成了投资协议 拿到了IDG50万美金的A轮投资 出了30%的股权 是的 你没有看错 那个时候 50万美金都可以投一个A轮了 5个月后 王威又进行了B轮的融资 积极为纪元资本IDG领投 供给850万美金 股用枪这边的优酷 则拿到了法拉龙 成为资本等三家的AB两轮 供给1500万美金 虽然视频网站浪潮迭起 但在这个时间 中国的版权市场 却还处于混沌阶段 盗版内容可以随便上传 用户当时也没有 产出好内容的能力和意愿 上传的东西 并不符合观看用户的需求 用户旺盛的需求 如果无法满足 很可能就会跳去下一个平台 于是 各家的工作人员 开始伪装成用户 疯狂以用户的名义 上传各种盗版海内外电视剧资源 使用技术手段 盗播电视台内容等 更是家常便饭 不少人就是在那个时候 完成了追剧的启蒙 旺盛的文娱需求 带来了用户恐怖的自然增长量 五六网上线不到一年 没有任何广告投放 就获得了900万注册用户 视频总浏览次数超8亿 一跃成为国内第二大视频网站 而自然增长 带来的昂贵带宽费用 却是各大视频网站 不能明说得通 视频网站当时 除了贴片广告 又天然没有变现方法 于是只剩下一条路 贩卖流量 给盛大、百度等其他互联网公司 后照又将流量 进一步提高价值 转化为更高收入的能力 所以从那时起 各种传奇类业有类的广告 已经开始被插入 各大视频网站的视频前15秒了 百度的浏览器地址栏工具条 也常常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被捆绑安装 出现在你的电脑上 此前 国家对版权的管理 在这个过程中 也开始逐渐挪移到了互联网之上 用政策来督促视频网站们 重视各种番局的版权 视频行业正在悄悄变天 在版权正规化的政策下 版权和倒播的问题 正式引发了多波视频平台之间的争斗 第一波是关于世界杯的 当时正值第17届世界杯 对于视频网站来说 谁能获得世界杯的转播权 就有机会直接触达大量的新用户 彻底改写视频行业 各家各户的市场地位 所以人人都在争世界杯的转播权 虽然说都在争 但毕竟行业还没有面临全面监管 随时可以用技术手段来倒播 加上这是一笔大钱 所以很多平台都是观望状态 优酷和土豆都对外大力宣传 说自己是央视世界杯的合作方 吸引观众前来观看 当时酷6的李善友 和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文斌 开了一个对外发布会 现场签约 汪文斌直接表示 今天是我们就南非世界杯 整个新媒体转播权 举行的第一个签约的活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酷6网 是第一个签约的 在此之前 我们还没有进行任何的签约 此话一出 算是狠狠打了优酷和土豆一巴掌 本来两家还在疯狂地在各个网站上 投放自己世界杯的宣传广告 最后都不得不停手 第二波是关于康熙来了的 这场战役发生在优酷和土豆之间 为了方便理解优酷和土豆 这两家公司决策风格上的不同 我先简单讲下 创立土豆的王威 和创立优酷的鼓用枪的背景 土豆的王威属于感性的人生体验派 职业经历非常复杂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全职工作 是服装销售员 之后他开始在修斯电器工作 并在1997年到2001年间 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 做到了业务开发经理 这个修斯电器 前身是美国修斯飞机公司 曾是一家主要的房屋和航天公司 美国空军的主要供货商之一 后来被通用电器收购后改名 之后 王威又读了一个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MBA 成为了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总部的企业发展总监 兼贝塔斯曼在线中国执行总裁 这个贝塔斯曼最早是做出版业的 主要出版一些神学书籍 后来逐渐转为一个跨国媒体集团 在中国有一个叫贝塔斯曼书友会的业务 后来停了 贝塔斯曼旗下还有一个叫做BAI的投资机构 全名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会 团队里有VC行业除了朱孝虎以外的 另一个当红炸子机汪天凡 英文名Will 这几年更是做了火箭一样升了上去 汪天凡的知名投资案里有Keep 他的直系领导是龙宇 圈里人应该都知道龙宇的战绩 投资的项目都比较出名 摩拜弹车 弹壳公寓 网易云音乐 Vio 哈罗弹车 沉香六点半 探坦 拉沟网 春雨一生 蘑菇街 豆瓣 说回来 王威除了干过三个类型不同的职业 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和编剧 24岁时 王威基于自己在美国留学和生活的经历 创作了长篇小说《等待夏天》 2006年 王威首次讲小说以连载的形式 在著名文学杂志《收获》上出版 王威还担任过话剧《大悦》的编剧 所以外界后来评价王威 是文青 诗人 一点都不奇怪 再往后 王威就出来做了土豆网 口号是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 从这个口号就能看出王威的文艺 如果说王威是一个极端 顾佣枪则是另一个极端 1966年他出生于香港 19岁时随家人搬去美国 考了三次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 读经济系 毕业后进入贝恩 担任策略顾问 1992年考入斯坦福大学 毕业后进入保洁香港 随后跳槽到富国投资 1998年进入搜狐 后担任首席运营官和总裁 算是张长阳的副手 但在2002年的一件事 让张长阳意识到 谷佣枪这个人并不简单 当时张长阳和谷佣枪 一起去电视台录节目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张长阳勃然大怒 他发现 主持人只问自己关于八卦的问题 而跟公司业务有关的问题 直接问谷佣枪 自己虽然搞娱乐 但公司还是自己的 张长阳回去就撤换了市场总监 把市场不改组 来分散谷佣枪的权利 谷佣枪被边缘化 只负责内容和销售 谷佣枪虽然被边缘化了 但一直隐忍到了2005年 他在看到搜狐宽贫的业务 从数据上有了突破后 认定这是一个机会 最终辞职 出来做了有苦 谷佣枪的职业历程看下来 他走得相当稳 一步一个脚印 考名牌大学 做咨询 做投资 做业务 走的是标准的职业经理人路线 擅长隐忍 所以王威和谷佣枪这两个人 从根上讲就是两种人 水火不容 也是情理之中 说回康熙来了的版权大战 12月15日 台湾中天电视台和土豆网联合宣布 优酷网倒包留土豆网独家引进的 华语综艺收视率第一的栏目 康熙来了 要求其立即停止恶意侵权 土豆网当时的副总裁 杜献潮还出来发话了 说土豆对优酷提出 1.5亿元人民币的侵权赔偿 并将向有关部门申诉及举报 要求对优酷进行列入黑名单 乃至吊销资质等处理 下手非常狠 土豆网老大王威也出来表态了 说优酷一意孤行的主观倒播行为 是无耻的害群之马行为 优酷这边也立即做出了反击 称土豆倒播其百余部热播影视剧 综艺节目及优酷出品的原创内容 包括武则天秘史 后宫等60多部热剧 韩国SBS人气节目 强心脏人气歌谣等 以及部分优酷自制剧 将在京户两地对土豆提请诉讼 12月19日 日本东京电视台 倒播了《火影忍者》、《银魂》、《死神》等知名动画在内的近70部动画作品 关于这点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年土豆的公关专门针对优酷 对优酷封禁韩国、日本、美国三国海外IP访问网站 做过黑稿 土豆这边官方人员装成很多用户在贴吧发帖 说是因为优酷知道自己在倒播 怕三国内容制作商发现 这才封禁了他们 其实土豆的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正是因为优酷合法合规购买了版权 有些版权仅限大陆地区访问 有IP区限制 所以海外某些地区的用户是不能看的 优酷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回击土豆 两家吃相都非常难看 但舆论毕竟关乎生死 不能不做 这一波争斗让用户看了笑话 最终不了了之 都是互相恐吓 毕竟倒播也是相互的 真打起官司来就是互相给对方打一波钱 不一定谁赔得多谁赔得少 本来各个平台之间相互起诉、私逼就是家常便饭 但这两波架打完 版权监管愈发收紧的状况 所有平台都发现了 买了版权就是买了 签了转播就是签了 但已经晚了 此时国内版权市场突然变了天 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的入场 让大量资金涌入影视市场 所有影视剧的版权价格 都开始出现溢价的情况 水涨船高 优酷的总编辑朱向阳 曾经在一次闭门会上说过 版权价格上涨从2009年开始 2011年涨得最多 炒得最高 2007年、2008年的热播剧 《金婚》、士兵突击的单级报价 分别为4000元和3000元 而到了2009年 热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 单级报价2万元 拿下这部43级的整剧 版权成本为86万元 而2011年 购买整部剧集的价格 飙升至千万元规模 搜狐视频为了拿下新环珠格格 花了3000万 公二单级价格185万元 太平公主密室 单级价格近200万元 还能买得起版权的 旧爱奇艺、腾讯、土豆、优酷、乐视 搜狐几家头部选手 这时 土豆、优酷、乐视为了赶上市 希望尽可能地集中控制视频版权资源 另外 爱奇艺、腾讯、搜狐视频这种背靠后台 有资本支持的网站 则希望通过版权的卡位战 淘汰一些竞争对手 这个策略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VC们看到铺天盖地的版权大战后 变得谨慎起来 不再盲目投资 只给行业前两名的土豆和优酷 提供弹药 而库六、六间房、五六网等 这些视频网站因为拿不到后续融资 在版权大战中败下阵来 无力豪赌 面临出局 然而 这是一种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的竞争策略 版权价格的暴涨 给各家视频网站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版权成本成为主流视频网站的第一大支出 而且分销、广告等收入 并不能覆盖版权的成本 加之带宽成本 可以说各家都在豪赌 赌一个流量和未来 谷永枪和王威 国内的资本已经很难提供足够多的资金 而两家都是亏损状态 版权贷款费用一直居高不下 想要打死对方 获得行业第一的地位 并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股权变现 就要考虑上市的事情 所以 早在2010年11月9日 土豆就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了上市申请 优酷则紧跟其后 王威其实是比股用钱快一步的 但是没能上市成功 并不是土豆的业绩不行 而是王威自己后院失火 王威07年 与自己认识两年的女朋友杨磊结婚 但一年后 王威向杨磊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杨磊这边则声称 婚后王威和一个叫谭媛媛的舞蹈演员 交往过密 杨磊一直不同意离婚 就一直拖到了2010年的3月 两人才离婚 而就在土豆提交上市申请的同时 王威的前妻杨磊 针对土豆上市展开阻击战 杨磊就王威所持有的 土豆网的核心运营平台 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95%的股权中 有76%涉及夫妻共同财产 于是提起诉讼 上海市许会区人民法院 冻结了该公司的38%股权 进行财产保全 王威申请了第一次解除保全 但是杨磊再次申请保全 法院再次冻结该公司38%的股权 并禁止转让 而本身土豆就出于上市的风波中 杨磊的这一纸诉状 无疑是掐断了土豆的上市路 外界传言是优酷在丛中作梗 但没有确切的证据 也有一种说法是杨磊的报复 这时我就提一句 大家不要当真 就当个圈里八卦 但是不管怎样 土豆的上市被搁浅是个事实 王威无奈 只好和前妻回到谈判桌 双方达成协议 王威向前妻分两次支付700万美元 前妻杨磊放弃对股权的索求 第一笔费用260万美元 在2012年6月前支付 第二笔在土豆上市后两年内付清 如果王威未能按照期限履约 法院就会把股权判给杨磊 谈判结束后 2011年4月 土豆网再次上交上市申请书 但是申请书里 多了一项关于股权被冻结的说明 虽然解决离婚诉讼的问题后 土豆上交了上市申请 但是却错过了最佳上市时间 而自己的竞争对手优酷 早已挂牌上市 此时的华尔街 正在爆发对中国公司的信任危机 再加上欧债危机 土豆的股票很有可能发行不出去 两家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 土豆上市首日下跌12% 市值7.1亿美元 而优酷上市首日大涨161% 市值超过30亿美元 上市了 土豆和优酷的日子好过了吗 并没有 而且在版权争夺战中 加剧了亏损 简单来说 优酷土豆稳居市场第一二名 但依旧难以盈利 2011年 土豆和优酷净亏损分别为5.1亿和1.7亿 而粗略算一下 运营之初 内容采买贷款成本三项加起来 广告收入至少要再提高4倍以上 至2011年的预估结果来说 2%-4%的广告增长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而爱奇艺、搜狐、腾讯 三家背后有资本 可以不断书写 2012年的版权价格 虽然因为2011年过热 出现断崖式下跌的状态 但这些巨头 不可能不去继续争夺版权 内容采买的价格 一定会再被拉上去 只是时间问题 广告收入当时已经做到接近饱和 很难在短短几年内 出现连续两次翻倍的局面 无论是优酷还是土豆 必定长期陷入亏损状态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成为了土豆和优酷 发展道路上的难题 王威不急 但土豆的投资人们很急 即使上市之后 土豆一年依然亏损了5.1亿 比2010年多亏了1.6亿 11年年底 其现金级等价物 还有大约8.7亿左右 土豆按先前的亏损速度 也就够亏一年的 所以2012年 摆在土豆面前的就三条路 要么融资 要么被收购 要么倒闭 而王威在融第一笔资的时候 就种下了恶果 前面也说过 土豆拿下的第一笔融资 是来自IDG的50万美元 然而仅仅是这50万美元 就换了土豆33%的股权 为后来王威渐渐失去 土豆的控制权 埋下了伏笔 土豆上市前 共进行了6轮融资 王威的持股比例 最后仅剩不足8.6% 王威成了土豆第六大股东 于是 土豆投资人 成为了这次并购的主要推手 土豆自上市以来 股价一直低迷 投资商无法退出 增投也不可能 因为土豆 乃至整个独立视频产业 都在巨亏 视频概念显得越来越不靠谱 被收购成了最好的退出路径 那卖给谁呢 陈天桥的盛大 此时已经收购了李山游的苦溜 搜狐自身业务发展良好 百度有爱奇艺 腾讯有腾讯视频 必须找到一个有足够理由 收购土豆的对象 好在新浪视频出现了 土豆网在试矿不好的时候 被迫上市 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 新浪曾先后两次购买土豆的股票 以不到7000万美元的成本 控制了土豆网超过9%的股份 加之土豆网的大股东 主要是VC 迟早会退出 新浪的战略意图就更加明显 这不是一笔单纯的财务投资 不是投7000万美元进去 几年后换4亿美元出来的玩法 而是想要控制甚至合并 新浪当时的大当家曹国伟 一直看好视频业务 也希望将视频业务做起来 因为这是未来最大的品牌广告投放渠道 是门户业务 最具商业价值的延伸业务 潜力不用怀疑 但新浪当时 自身的资源 无法同时支持微博和视频 两个重量级业务的运作 以合理的价格 入股市场第二的土豆网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优酷股价太高 加上股用腔稳健的形式风格 很难从市场第一的优酷身上 获得足够多的好处 相对土豆肯定不值 而且土豆内部股权非常分散 连王威都股权不多 比较容易操控 所以新浪就买了一些 准备为后续土豆合并入新浪做准备 2012年初 虽然王威只有不到8.6%的土豆股权 但他仍有25.4%的董事会投票权 按照规定 一向重大决定 必须要有不得低于75%的董事会票数支持 方可通过 换句话说 王威仍有一票否决权 是不是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熟悉 和OFO还有膜拜的合并 非常相似 如果不得不卖 王威最不想卖的就是优酷 他的脾气跟股用枪完全合不来 而王威首选的恰好也是新浪 这时候主动卖身 肯定卖不了好价钱 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FA 也就是财务顾问 帮忙拉皮条 说好话 唱红脸 自己这边唱白脸 这样才能高价卖出去 于是 一凯资本的老板王冉出现了 根据王冉的说法 因为土豆账面上的钱 很可能熬不过2011年 这时候双方都不希望留下书面的东西 因此王威委托王冉 从中传达信息 以电话和短信居多 王冉问了新浪这边曹国伟的意见之后 带着王威过去了 第一期讲王松的时候 提过的黑天鹅又出现了 在2011年6、7月的时候 新浪和土豆谈得差不多了 但是 就在快要签一项书的时候 曹国伟犹豫了 6月23日 新浪股价突然跌了6.49% 也是个误会 根据老媒体人Curso的说法 美国有个名字很像的公司 股价大跌 一些人不知道 阴差阳错 新浪也跟着调了一下 这事一下子就搁置起来了 随之2011年9月21日 新浪股价又大跌15% 创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 市值一夜之间蒸发了10.25亿美元 当时估计是有人搞微博 坊间传言 国内将要放放4个微博牌照 而新浪微博竟然不在此列 很快 新浪公司出面辟谣 但曹国也已是自顾不暇 另外 原先新浪和土豆谈好的条件 是现金加股票 如今新浪股价重挫 土豆对于出售时机也要重新斟酌 王威没办法又先后与腾讯 百度两家进行了接触 土豆需要的价钱 腾讯毫无疑问是出得起的 不过腾讯并不太伤心 腾讯给的理由是 腾讯视频刚上线没多久 还没想好怎么做 所以不着急买 但紧接着 腾讯视频下个月就吃资4.5亿 投资华谊兄弟 占股4% 进行上有版权资源的布局 野心勃勃 只剩百度 土豆和王威就找了百度谈 百度当时正在犹豫 是收了土豆 把土豆做一个独立子品牌 还是让公宇用爱奇艺收购了 正在犹豫时 事情又起了变化 优酷这边的股用腔 这一年也没闲着 原因也是自上市之后 优酷一直有营收压力 在优酷的投资人们看来 唯有通过并购 优酷才能抢占市场规模 维持业界老大的地位 营收才能慢慢做起来 至于收购哪一家公司 很有趣 土豆也不是优酷的首选 股用腔最中意的是百度的爱奇艺 优酷一直在和百度进行谈判 试图收购百度爱奇艺 股用腔很积极 加上他和公宇 是在搜狐时期的同事 两人脾气也对路 都一直很欣赏对方 在他的计划里 两家公司业务互补 一旦收购成功 百度的流量 可以直接导入新公司 而且公宇的运营能力 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解放自己 至于公宇本人也很愿意 原因很简单 身为CEO 公宇当时在爱奇艺持股不多 只有5%左右 决策会受百度影响 一旦并购成功 公宇等于从百度赎身成功 股用腔也愿意分权给自己 但优酷和百度的谈判 最终还是失败了 原因是条件 百度坚持做大股东 这是股用腔和优酷投资人 所不能接受的 而百度坚持的原因是 当时土豆这边也同时来谈判 王威姿态很低 是任人宰割的状态 有土豆可以保底 爱奇艺与土豆合并的话 市场份额第一 就不会再是优酷的了 所以百度跟优酷的谈判 也非常强势 股用腔失算了 后来事实也证明了 如今在百度为数不多的新业务中 跑得还算不错的 也就爱奇艺这块了 虽然目前还是亏损 但市场份额不低 最终没人可买的优酷 和没人可卖的土豆 被迫坐在了一起 2012年3月12日 优酷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优酷土豆宣布合并 优酷和土豆 将以百分百换股的方式合并 土豆退市 两个品牌都保留运营 合并后 新公司名为 优酷土豆股份有限公司 也就是合一集团 名字也很有深意 至此 优酷土豆的大战 也就正式结束了 经过这几年的产品混战 和市场抉择 当时国内视频行业 第一阵营格局 已经基本成型 即乐视 搜狐 爱奇艺 腾讯 优酷 这五家 小玩家的生存空间 被大大挤压 寻求出售 被迫出局 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五六卖给了陈一舟的千项 随后又被陈一舟卖给了搜狐 六间房卖给了A股的送城演义 随后和周鸿一的花雕直播合并 酷六卖给了盛大 借壳华有实际上市 而后又私有化退市 重回盛大手中 PPS卖给了百度 以示昙花一现 沦为了牺牲品 PPTV卖给了苏宁异构 随后被拆到了苏宁文化 到此阶段 视频行业的烧钱游戏 才刚刚渐入佳境 旧的玩家正在渐渐死去 而新的玩家还在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阿里和优酷的关系迷局 BAT三巨头在视频领域 真正意义上的正面碰撞 贾跃亭乐视之死 AB战的双龙对决 这些更热闹 更刺激 更硬核的场面 我们下一集会接着讲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我们下期见